花蓮游物市吴威震在民国63年的时候涉水送信而丧失的生命 他年办的包地吴怠玲多年来奔走请愿立碑 县议员徐雪玉在县议会执行时 他期盼县政府能够协助立碑表彰 期盼可以在米站大桥旁设立纪念碑 并且能够把这一段历史让更多民众了解米站与月梅春的历史故事 四十多年前因涉水送信返程途中遭墙台引发的暴涨吸水冲走 县议员徐雪玉说 吴卫镇坚守岗位的事迹与建英大桥的感人故事相似 包地吴怠玲多年一直挂心包凶殉职仪式 竭力奔走争取立纪念碑 那现在就是我们相关的部门他们了解之后呢 后续我们再来看如何来从这边来做一个立碑的一个动作这样 那其实这个如果是公部门的话我想应该会时间上会很快 那如果是公有地的话我们再朝向公有地的一个公部门来做一个询问的一个动作 如果公部门没有意见的话 那我想我们这个区块里面呢就可以来施作 那当然这个经费呢再来由我们的建设处这一边呢 再来看如何来施作这个慈悲这样子 极力奔走争取立碑纪念 期盼为哥哥表彰完成毕生处院 而193县道旁的铁马公园是国有地 当地民意代表马其山 村长周光明 也都期盼管养单位能够将周边环境观景台重新整理 不只能够设立纪念碑 还能够吸引游客来到此处了解当地的历史发展 那现在整个的一个观景台这边楼梯啊 扶手啊 因为之前都是木头来规划的 来设计的 来施作的 所以现在经过几年以后已经不堪实用 造成很多的一些危险 不定时的一个危险都在里面 万一游客或者是我们自己本村部落的一些居民 上去观景的话 万一跌倒 还是因为我们的设施已经是破旧不堪了 然后造成危险 是不是请我们县府这边有关单位来协助 这里的景点也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 游客来了以后 他就能够了解这个地方的一些历史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观景台的部分 两边 这个道路两边这个观景台 切法广阳都没有整理 而且有的忽然都已经烂掉了 希望县府这边能够来修复 当年米湛村地处偏远 市区要送信到偏远春落 都必须跨越花莲溪 再加上还没有米湛桥 仅能涉水或搭船渡溪 县议员徐雪玉建议县政府 能够在现在的米湛桥头立碑 表彰英勇时机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道 有的时候 想要开始 继续 动